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咱们首先看哈尔松战场 在哈尔松这儿 俄乌双方都是隔着地内波河 互相打炮 以炮战为主 那么这两天有个视频 这就是乌军的第73海军特种旅 隔着地内波河 打击进入河边上建筑物的俄军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一群俄军进入了一个房子 这房子看着还不错 河边的别墅 但是这个一幕 被乌军的无人机密切监视的 所以没过几十秒 这些俄军就成了耗材 爆炸这个场景就不犯了 后面是熊熊大火 整个房子都烧掉了 根据这个火情来看 以及爆炸那个烈度来看 估计是无一生皇 非常惨烈 我们看看俄方 他是怎么说的 俄国防部空天军摧毁乌投送到 在反炮兵作战期间 歼灭了乌军设立在 别列哥沃叶和尼克尔斯科叶居民点地区的 两个流动作战迫击炮班族 总之 这个俄军 他这个战国很少有这个视频 有图有真相 给人感觉这个俄军 他总是叫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他想摧毁乌军多少人 就摧毁多少人 一切由他说了算 我们再看 关于这个克里米亚 现在克里米亚 这儿明显的已经成为这个 舆论爆炒的一个热点 各方在克里米亚这儿 叫释放烟雾弹 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是怎么说的 布林肯说 乌克兰的反攻 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 据他说 华盛顿将支持乌军的行动 同时他认为 收复克里米亚与否 决定是由乌克兰决定的 乌克兰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 总统泽伦斯基负责领导这个国家 但他必须听取乌克兰人的意愿 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集团采访时说 这个布林肯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 好像跟以前说法又不太一样了 以前就是说 收复不收复克里米亚 是乌克兰人的事 由泽伦斯基说了算 他今天又多词一举 又加了这么一句 说泽伦斯基负责领导这个国家 但他必须听取乌克兰人的意愿 什么意思 感觉要收复克里米亚 还得听听乌克兰人的意愿 给人感觉好像底气不足 这是一个点 那么最近 关于克里米亚的说法 这个乌克兰的高层 表述出来的也是不一致的 给人感觉 是南辕北辙 昨天咱们说了 这个泽伦斯基 办公室副主任 西比哈 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如果乌克兰反攻行动 能够到达克里米亚半岛 基辅愿意于莫斯科讨论 克里米亚的未来 这是一种试图寻求 和平解决方案的姿态 也是一种向外国势力 发出信号的方式 就是乌军 到了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 然后这个时候跟俄罗斯谈判 昨天咱们也介绍了 给人感觉乌方释放出来的是 就克里米亚问题 可以跟俄方谈判 我昨天也介绍了 克里米亚是被俄军站着的 然后你打到克里米亚门口 说要跟俄罗斯谈判 难道是让俄罗斯撤出吗 叫银而不发 我把克里米亚围住了 然后找普京谈判 你们撤出吧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把克里米亚围住了 就能让普京撤出 普京是不会撤出克里米亚的 因为克里米亚是普京的这个心头肉 忙忙碌碌十来年 就是为了克里米亚 为了克里米亚 他要搞一个大路桥 所以咱把赫尔松 扎布罗热 都要占下来 但是你看 乌克兰 这个西比哈 他示范出来是一种 就克里米亚可以谈判 但是周四 泽伦斯基的一位顾问 波多利亚克 在推特上 直接反驳了西比哈的言论 就直接怼了他 与俄罗斯进行真正的谈判 基础是 俄罗斯完全撤出其武装部队 到1991年 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之外 包括克里米亚 他说 乌克兰不会做出任何领土让步 或讨价还价的 自己的主权权利 这是一种 坚决捍卫自己领土完整的立场 也是一种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方式 你看这两个说的明显不一样 一个是 泽伦斯基办公室的副主任 叫西比哈 一个是 泽伦斯基的顾问 波多利亚克 从职务上看 这个西比哈 因为是办公室副主任 应该比这个 波多利亚克要高 但是波多利亚克是 泽伦斯基身边的人 他曾经参加这个 俄乌会谈 又是泽伦斯基的新闻秘书 所以这两个人说的话 都很有分量 那么这两个人说的完全不一致 那对外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 就很矛盾 你再加上这个 布林肯说的 泽伦斯基要不要收复 克里米亚 还要听一听乌克兰人的意见 如果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 我们再看一个报道 巴西总统 卢拉说 克里米亚应该让给俄罗斯 巴西总统卢拉 4月6日在接受法国 费加罗报采访时提议 乌克兰将克里米亚半岛 割让给俄罗斯 以结束战争 卢拉还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无法占领乌克兰领土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克里米亚 但必须考虑他的入侵 但泽伦斯基 也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世界需要和平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 卢拉总统对这个提议的成功 表示了信心 并且打算劝说其他国家 也同意他的看法 我先介绍一下卢拉 因为巴西总统 巴西不是金庄五国吧 跟俄罗斯还是有一腿的 但是卢拉很有意思 前不久 国际刑警组织 不是发出了逮捕令吗 要逮捕普京 巴西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的 所以这个卢拉说 说普京如果到巴西去 他就要逮捕普京 这好像是卢拉前一阵说的 这回他又出馊主意 给乌克兰说 你把克里米亚让给俄罗斯 乌东四个州 普京他侵占不了 就这意思吗 就乌东四个州 还给乌克兰 然后克里米亚给俄罗斯 这样世界就能和平 然后他自己说 这个方案肯定能成功 通过这些信息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世界在变 咱们一直说 克里米亚对普京来说 那是他的命根子 非常重要 俄罗斯对这个出海口 可以说是迷恋 不光是黑海 奥德萨 还有那个什么 加里林格勒 他以前在中国 动不动要占那个旅顺港 在中国到处找港口 还有什么大连 跟清政府签订 那个不平等条约 就是要港口 所以说俄罗斯人 对港口对出海口 尽私疯狂 但问题是 这个俄罗斯人 这个算盘总是落空 俄罗斯人对出海口的追求 兜兜转转 每一次结局 似乎又一样 就是出海口 近在眼前 然后出海口 又又自己错过了 你看现在 波罗的海出海口 被芬兰 封死了 因为芬兰已经加入北约了 那黑海呢 就是一个克里米亚了 如果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夺走了 那俄罗斯不光是腹部 被插了一刀 最主要的是俄罗斯 没有进入地中海 及非洲的路 俄罗斯的出海口 就生一个太平洋了 这个太平洋的出海口 首先一个它是远离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 因为它在远东 跟那个莫斯科 什么圣皮特堡 就是经济发达地区 那个地方是俄罗斯的中心 高度发达的地方 那你台北亚的那港口 离政治经济中心 隔着六七千公里 还不止啊 太远了 第二个 好像那个台北亚的港口 它不是不动港 所以乌克兰出现变局的时候 普京二话不说 就把克里米亚给拿下了 大家就知道克里米亚对普京来说 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儿 乌克兰影响靠弹呢 把克里米亚拿下 可能性非常小 普京是不会让的 只有靠武力 但是美国他又担心啊 如果乌克兰用武力去夺取克里米亚 普京会升级这个战争 保不及用核武器 这个你不能不说 没有这个担忧啊 没有这个可能啊 所以世界各国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 犹犹豫豫豫 反而在乌冬啊 这个地方无所谓 多一块少一块 这普京他接受起来容易一点 所以昨天我说 最好的办法是克里米亚 主权归乌克兰 以什么形式归乌克兰 这个都可以商量 什么联邦啊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形式 总之主权是乌克兰的 然后呢 把塞瓦斯托巴尔港 那附近出租给 租借给俄罗斯 然后实际就像那个 加里林格勒一样的 成为一块飞地嘛 但是主权是乌克兰的 让普京让俄罗斯 有一个出海口 但是即便这样 双方还得有交换条件呢 你怎么样 让普京做出这样的占卜 要么就是把俄军打败 我们再看看巴克木特战场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啊 巴克木特最新战场消息 截至基辅下令时 4月7日下午14点 北京时间4月7日晚上19点 俄军头牌空降兵 76师273团突击营 以及俄正规军 两个战术营 意图沿铁路线 快速突进至 正在巴克木特体育馆 巷站的 乌军头牌 93旅的一个营 乌军精锐 斯卡拉营的侧后 准备断其后路啊 然后全歼 不料 俄军正在瓦格纳占领区 克列谢耶夫卡集结时 突遭乌军远程神剑制导炮弹 和海马斯钢雨火箭弹的大规模突袭 乌军战报称啊 俄军死伤惨重 导致俄军至今 该股部队未恢复进攻行动 应该是陈建制被摧毁 根据媒体报道啊 乌军为了守住0506公路和0504公路啊 为了打击这个瓦格纳 公军的这种战篮战术啊 乌军发射海马斯的钢雨火箭弹 对瓦格纳造成重大的陈建制伤亡 导致现在啊 瓦格纳在这半个月里面 未能恢复其凶悍的 屡战屡胜的 战狼战术这个人海冲锋 咱们以前介绍过 这钢雨一枚火箭弹里面 是18万颗乌合金 这种特别细的钢珠啊 它的杀伤力范围非常大 甚至连那种普通的啊 装甲车就是装甲稍微薄一点的 都能被它打通 所以对人员的杀伤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就是卡索弗亚尔到巴赫木特之间的 乌军的生命通道 这条路上啊 都是损坏的皮卡车啊 小轿车啊 还有装甲车 甚至还有坦克 俄乌双方对这条公路的争夺啊 这是乌军的生命线啊 所以争夺非常激烈 4月7日晚上 乌军用海马斯打击了巴赫木特的一栋建筑 里面住着一群瓦格纳恐怖分子 根据俄罗斯电报频道报告说 袭击产生了高伤亡 就这次袭击对瓦格纳的打击啊 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就是乌军啊 在巴赫木特附近发动的局部反击啊 这是不坦协同 乌军发动的这种有限度的啊 这种反击啊 甚至一部分乌军已经夺回巴赫木特中心区域的控制权 可以看到乌军啊 就在巴赫木特市中心 这个地方相当于把瓦格纳又赶走了 乌军重新夺回了市中心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啊 是俄乌双方的士兵啊 都在自己的战壕里面 这个战壕啊 据说啊 只有20米 就是俄乌双方的战壕啊 相距只有20米 面对面 然后那个乌军啊 他发射这个榴弹之前啊 他这个是个榴弹 然后通过他的这个射箭机啊 记录了下了一段跟俄军的对话 就是对面的俄军啊 然后这个乌军就喊 对面俄军说 答应回答呀 说怎么了 然后乌军问了 说你叫什么名字 对面的俄军说 我叫哇沙 然后乌军说 去死吧哇沙 然后这个榴弹就发射出去了 最后那边就没动静了 双方战壕隔着只有2、30米 喊话呀 听得清清楚楚的 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出 在巴赫木特战场 打得多惨烈啊 双方就抵在鼻子底下打 4月7号 在马林卡地区 乌克兰军队使用一门高射炮 击落了一架正在空袭其阵地的 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苏25战机 根据那个视频显示啊 那个飞行员呢 应该是弹射成功了 但是飞机坠毁了 引起了大火啊 关于巴赫木特之战啊 这个乌方的武装部队克里沃诺斯将军 他有不同的看法 克里沃诺斯将军说啊 巴赫木特是一个绞肉机 留着他没有意义 他几周前就应该被移交 在此之前 乌克兰安全委员会前副秘书克里沃斯诺将军说啊 我早在二月初就说过 留下巴赫木特没有意义 因为巴赫木特是个绞肉机 他哀叹道 在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中 俄罗斯部队保住了自己的人员 而乌克兰武装部队失去了最优秀的战士 实际根据泽伦斯基在波兰说的啊 如果巴赫木特的乌军啊 有被包围的危险的话 那么他就授权了 这个最高指挥叫希尔斯基 可以撤出巴赫木特 我们再看看这个瓦格纳的投资 普里克金啊 最近又在做什么 普里克金他对记者说啊 说我们国家有很多人想干掉我 也许我会被清除 或者我还会继续活下去 这一切啊都是上帝的对的旨意 然后我办公室外的建筑物 有300至400米的距离 是理想的狙击位 随便一个正常的狙击手 就能做到谁需要来吧 我感觉啊 这个普里克金是在向普京叫板呢 因为搞暗杀这是普京手啊 普京拿手啊 但问题是普京要暗杀 要除掉普里克金的话 他一般的不选枪啊 他是选择下毒啊 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部门称啊 说俄罗斯正积极寻找新的合作者 组建一支新的私人军事顾应军集团 以代替瓦格纳集团 这个应该是半年以前就有传言了 咱们也介绍过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瓦格纳只能去非洲开矿 俄罗斯国内的这些政治精英啊 这些军事寡头啊 这些军阀 他本人就看不起这个普京厨师啊 就看不起普里克金 他这个厨师出身嘛 瞧不上他 但是普里克金啊 他不会因为 烧一股啊 格拉西募夫这些人看不上的 他就自暴自弃 这个普里克金啊 最近说 跑到这个瓦格纳的呼叫中心啊 就是招聘中心去接电话去了 他亲自招募瓦格纳士兵 这时候有电话打进来了啊 这个普里克金啊 接电话说啊 你好 我是普里克金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那个对方啊 就是对面啊 打电话的人说啊 我想报名参加瓦格纳 然后普里克金就说啊 好的 你知道你活下来的几率 大约是10%到15% 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很低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普里克金的意思说 你在战场存活的几率 只有十分之一 但是呢 薪水还不高 就是付出代价很低嘛 对方还说啊 是的 我知道 然后普里克金就说啊 好同志 欢迎 这个普里克金 可能是自导自演的 一个真兵的 赵募瓦格纳战士的一个 宣传片 我是推测的 有可能 很有意思 其实咱们应该想一想 这个普里克金 他真的就是个厨师啊 人家有没有上过军校 然后他带领的这个 瓦格纳士兵啊 他居然打的比 俄罗斯正规军 打的还好一点 像模像样 虽然咱们老是寒称的 但是毕竟人家 把巴赫木特 占的越来越多了 现在80%几 都是瓦格纳占下了 所以说 你不能怀疑 这个普里克金啊 他有过人之处啊 至少他秦山非常高啊 他把那个 乌克兰的那些 士兵的遗体啊 用棺材装好 然后让卡车啊 把他们送到 乌克兰那边 他比较尊重对手 第二个这个 普里克金 从来不吝惜 自己的赞美之词啊 就是对乌军 他经常夸奖 夸赞这个乌军 赞美对手 普里克金只是不懂啊 俄罗斯这个 观察的一些规则 但是普里克金啊 他应该看一看 中国的生子兵法呀 或者是 古代的那些 军事思想啊 什么叫 狡兔死 走狗喷 飞鸟进 凉宫藏 一旦把巴赫木特 拿下之后 这个瓦格纳 基本上就走狗喷了 这是战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 这个外交以及援助 4月7日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在访问波兰期间啊 表示 希望组建一个 西方盟友联盟 为乌克兰提供战机 波兰将为此提供服务 泽伦斯基赞扬波兰 在鼓励西方派遣坦克方面 发挥的主导作用 并补充说啊 希望波兰在战斗机方面 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波兰他们 成立了一个叫什么 坦克联盟啊 这个坦克联盟 当然是北约和欧洲 这些国家组成的 然后由他们去向 北约这些国家协调坦克 然后援助给乌克兰 叫坦克联盟嘛 现在泽伦斯基 已经上瘾了 他又让波兰啊 你能搞一个坦克联盟 给我来一个飞机联盟 作为回应啊 这个波兰承诺 在已提供 4架米格战机的基础上 再提供10架米格战斗机 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啊 尚未承诺提供 乌克兰要求的F-16战斗机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是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 斯特赖克专甲运兵车 这个运兵车啊 它比较独特 它是带有扫雷装置的 你看它前面啊 有轻型滚动地雷轮 这个就是开路的 走在最前面 对这个路上那个地雷啊 进行拍雷 这个是1月份的时候啊 美国援助给乌克兰 20辆这种拍雷车 现在俄军啊 在WR战场 现在就是到处在撒地雷 买地雷 就是要阻止乌军的装甲部队 这个发起进攻啊 所以乌军就需要这样的防雷车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表示啊 北约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计划 为乌克兰长期提供武器 据称这一计划要长达10年 北约秘书长发声 与北约各国的表态有所不同 德国此前称啊 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 而斯特尔滕贝格要再援助10年 从北约的目的来看啊 芬兰已经加入北约 瑞典加入北约有点阻力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 芬兰加入北约以后啊 俄罗斯与北约的边境线多了1300公里 这意味着北约东扩已经贴近了俄罗斯的北部 并且可能与俄在北欧地区产生矛盾 所以北约需要加强对乌军事支持 继续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这个北约要援助乌克兰 按10年做计划 那这个有点打持久战的意思 那就看你俄罗斯扛得住扛不住 这个塞尔维亚总统伍西奇说啊 塞尔维亚试图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中保持中立 但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会继续保持下去 没有欧洲的塞尔维亚 不会有出头之日 实际上这个伍西奇啊 他的日子比中国难过啊 这个塞尔维亚啊 他是个小国他也想中立 他不想得罪俄罗斯 但是吴西奇被逼没有办法 他可能马上就要制裁俄罗斯了 因为他自己说了 没有欧洲的塞尔维亚 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 他最终还选欧洲 那你要选欧洲的话 你就得加入这个欧盟啊 制裁俄罗斯的计划 你不制裁俄罗斯 那欧洲也不带你玩 就这么简单呢 你看中国算是个大国呀 想保持中立都不行 美国施压 欧洲施压 然后俄罗斯还施压 俄罗斯想把你拖下水 一个大国都不行 你说一个塞尔维亚 他顶得住吗 他没有办法 非得选一架 连印度都扛不住 已经倒向美国了 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吗 提供武器 但是啊 这个普京现在全忍了 据俄罗斯全球视频 新闻社报道啊 4月6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啊 在俄罗斯国家联盟 最高国务委员会上表示啊 西方的经济封锁 不可能成功 如果他们认真考虑 就不会这样做了 因为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 卢卡申科进一步表示啊 为了替换已经失败的经济封锁举措 他们开始有针对性的 在军事方面施压 这个卢卡申科啊 他的意思是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小农经济啊 自给自足吗 不就是小农经济吗 所以说你国外怎么制裁 没事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啊 中国清朝啊 末年啊 清末啊 那中国就是小农经济啊 自给自足啊 不需要你国外任何东西的 你制裁不制裁没关系 你国外的东西 对中国来说 都叫奇银巧技啊 这不是乾隆说的吗 我们中华上国 什么都有 物产丰富 应有尽有 不需要你那些什么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所以根本就不打算 跟西方啊 什么做生意啊 都不打算跟你做生意 你制裁有什么用啊 那就是小农经济嘛 自给自足嘛 我什么都有 这个卢卡申科 居然说这样的话 就说明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要被打入农业社会啊 自给自足 但是卢卡申科说啊 制裁没用 他这个话说的 有一半是对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新闻啊 据英媒披露啊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一家注册在伦敦 摆布的某别墅的 英国企业 已向俄罗斯出售了 约12亿美元的 电子产品 据海关申报文件 这家公司发运的货物 包括半导体 服务器 笔记本电脑 电脑部件 电信网络设备 和消费电子产品 品牌包括 华为 英特尔 AMD 苹果 和三星 一般是通过 第三方国家 或地区 进入俄罗斯 你看 英国反额 是最积极的 但是英国的商人 英国的企业 照样的 往俄罗斯 卖这些电子产品 这一个公司 就出口了 12亿美元呢 我们再看啊 这个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啊 他不是去土耳其 访问去了吗 他在土耳其说了啊 他们并不隐瞒 当俄罗斯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战败时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这个是 拉夫罗夫啊 在会见土耳其外长 恰午 12炉后 在安卡拉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的 大家觉得这个 拉夫罗夫说的对不对呢 我感觉拉夫罗夫说的这个 好像咱们的 黄俄说的调调 一样的 那个腔调啊 这个黄俄的这个 说 俄罗斯一旦失败了 那么美国 就要对付中国 俄罗斯人说的话 能信吗 我们再看啊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公开对美国发出警告 他说啊 美国注意约束一线美军快速反应部队 如果美军正在参战 将会导致俄罗斯的彻底解体与消失 而这不完全符合美国利益 俄罗斯是牵制中国 印度与日本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知道黄俄看了这个 有什么感想呢 一边是 拉夫罗夫说啊 俄罗斯被美国打败之后 那么美国就会专心致志的来对付中国 中国就是下一个目标 这边呢 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警告美国 对吧 你如果美国出兵的话 俄罗斯会彻底解体 如消失 本来我们俄罗斯 是牵制中国 印度和日本的一个重要力量 如果我们解体了 那中国就没有人牵制了 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这个黄俄啊 还是回去好好地把他研究研究 看看俄罗斯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些黄俄梦想着什么呢 梦想着就是中国 跟美国对着干 或者美国跟中国对着干 然后呢 指着俄罗斯啊 帮助中国 要联俄抗美 你看人家 俄罗斯驻美大使 安东诺夫怎么说的 是美国联俄抗中 不管谁联合谁 首先你自己要发展 底线思维就是自己要靠自己 整天要打这个 要打那个 跟这个作对 跟那个作对 跟这个为敌 跟那个为敌 但是又打不过人家 还要拉上俄罗斯 你这何苦呢 就是挨打没够啊 干吃上几年饱饭 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应该提倡和平 要远离战争 要和平发展 要和平崛起 这是国家那么的文件 国家主席天天念叨的 就是这样的 要和平崛起啊 不是靠打仗的 我们再看啊 最近这个纽约时报啊 4月6号它报道了啊 说这个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啊 然后大概其美国和北约组织 在乌克兰发动的 这个俄罗斯的新攻势啊 什么武器援助啊等等啊 那个计划是解密了 还是怎么回事啊 总之泄露了 然后到媒体上了 社交媒体上 突然出现了这些机密的军事文件 根据这些军事文件啊 还知道乌克兰的海马斯啊 怎么部署的 打击效果怎么样等等啊 我就这个事情 我谈到我看法 我认为啊 十有八九啊 是乌军要发动总攻了 在总攻之前 示范这些干扰弹 说白了就是 扰乱普京 扰乱俄军的视线 哪有那么不小心泄密的 这不就是 现代版的讲干道书吗 故意把这些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的 这些文件放出来 你也不能说它全是假的 它里面部分可能还是真的 但是真的里面掺着假的 假的里面掺着真的 总之来干扰俄军的 你们自己研究去 然后这个乌克兰啊 还下摸下摸的开会 说我们以后要保密 注意保密 这说白了就是为了迷惑俄军的 乌克兰的一家银行啊 和无人机制造商宣布啊 他说在5月9号啊 谁家的无人机能够飞到莫斯科的红产并降落 就能获得奖金 两千万 哥里夫纳 这就是乌克兰的货币啊 这就是乌克兰的货币啊 无人机上必须有口号 拥有属于乌克兰或者可识别的类似内容 这59号不是俄罗斯的什么胜利日吗 人家红产要阅兵的 你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是不请自盗啊 也要去凑热闹 这重闪之下必有勇夫啊 这个银行还有无人机制造商宣布啊 谁的无人机能够飞到莫斯科红产 在那降落 就给两千万 哥里夫纳 这个5月9号咱们多关注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